成语是汉字文化圈特有的语言形式 存在于汉语中 它是一个固定短语 表达了一个固定的语义 常带有历史故事及哲学意义 成语大多数由四个汉字组成 在文言文中广泛使用 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YouTube小谈 成语篇第32集 先生夺人 事已 为先张大升威 以挫败敌人事迹 于本左传宣宫十二年 左传文宫七年 左传招宫二十一年 典元 左传宣宫十二年 既人拒二子之怒处师也 使屯车拟之 攀党望其臣 时诚而告约 禁师之以 楚人一拒王之入禁军也 遂处阵 孙叔约 尽之 宁我保人 无人保我 诗云 圆容实诚 以先起行 仙人也 君志约 仙人有夺人之心 保之也 遂及尽师 车指 足奔 成进军 左传文宫七年 宣子 宣子曰 我若受秦 秦则宾也 不受 寇也 既不受矣 而复缓师 秦将生心 仙人有夺人之心 君之善谋也 逐寇如追逃 君之善正也 殉族 立兵 墨马 入石 前师业绩 隆子 拜秦 施于灵狐 至于枯首 左传 昭公二十一年 东是月 华灯已无师 旧化式 其屋之名述索 除人仆约 君之有知 先人有夺人之心 后人有待其帅 何极其老且未定也 夸主 典故说明 先生夺人 只先张大自己的生微 借以挫败敌人的事情 这是两军对阵式 常用的战术 他的语言出于左传 所引的君治 左传 宣公十二年 在君治曰 先人有夺人之心 左传文公七年 也说 先人有夺人之心 君之善谋也 左传昭公二十一年 又引君治 先人有夺人之心 后人有待其帅 先人有夺人之心 是说 抢在敌人之前动手 可以截夺敌人的战斗意志 据左传 宣公十二年春 楚庄网为正 正香公肉坛千阳请将 下六月 禁师就正 于楚对阵 朱将和战主张帝们 禁卫乙 曾向禁军 请求担任公足代夫 而未得 赵瞻请求担任公卿也未得 两人都怀恨在心 想要禁师打个败仗 所以请求派他们去向楚军挑战 但禁军不允许 又请求去邀请楚人来同盟 禁军接受 派二人一起前去 这时候 禁 楚之军事实上都有一和解 禁军深怕二人怀恨前往 也许会滋生事端 也许会滋生事端 为求有备无患 所以派出冰车前往街影 楚迎将领潘党看见冰车扬起的尘土 立刻向中军告急 孙叔敖就说 宁可我们先侵犯敌人 不要让敌人侵犯我们 诗说 圆容石亮在前面开刀 就是要抢先攻击敌人 军制也说 抢在敌人前面 可以截夺敌人的战斗意志 我们冲过去吧 于是就急速进军 战车飞驰 士兵奔跑 掩杀进军 获得胜利 先声夺人 这句成语 就从这里演变出来 用法说明 一 我们既知对方实力 谈判是要先声夺人 掌控有势 二 比我双方实力相当 只有先声夺人 才能稳操胜算 三 我们实力超出对方甚多 只要稳住阵脚 先声夺人 就会得胜 四 球赛才一开始 我队就先声夺人 连连得分 打得对方手忙脚乱 五 想不到对方实力 如此雄厚 一上来就先声夺人 连续挤之安打 得到两分 六 你没看到我带来的大喇叭 临着一吹 就可以先声夺人 震破敌人的肝胆 拥有些算战